但是忠信兄弟還是把正中的守護成 小李飛刀李正昌推上了前線的8分 所以在那之前他沒有失分拿下救援成功 他也來了一次振奮的小怒吼 那前一個半局有雷射尖美肌的陳敏傑 這一次則是 這個磁棒應該都可以穿得很精準 但這個半局要面對的是 近況慢慢有回升的小李飛刀 郭天信一雷的滾地球 讓李正昌的今天的泡麵計時期不要這麼快 打去的球讓鄭凱文發生了所謂的失誤 到分 棒子 這邊比較野出放了 主審直接任距離勝利只差一個好球 這一球塞進來主審拉弓箭 李正昌投出了再見三陣 也結束了這一場龍象大戰 中場中信兄弟就以4比0 玩封了衛泉龍隊 也寫下了他們近期對戰龍隊的三連勝 今天的勝利投手是 先發七局沒有失分的鄭凱文